那些没生活尝试的明星三 无意在家煮个饺子 都要打电话向别人求助 我就放点水是吧 大概这么多可以吗 给我看一下 先放饺子先烧水 大概多大的火 先等烧开了我再放饺子是吧 放几个 我吃几个放几个 这不是废话吗 无意这个脑子呀 可能也要去看看中医了 这大张伟吐槽起来 就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薛西江洗米的方式也是离谱 你洗米 确定这样洗出来的蜜蜜能吃吗 黄生衣买海鲜回家吃 杨子不清楚黄上还以为是蛇 这就是个啥呀 好像是条蛇呀 这不是蛇这是鱼 黄生衣在一旁都无语了 慧悠君逛菜市场的时候 还把橘子当成了柠檬 你不是找到柠檬吗 不是 金哥不是刷柠檬吗 老公这个是橘子 突然现场的气氛就尴尬起来 许晴还不会装手机卡 把手机上的孔都插了个遍 卡装哪啊 没装过卡呀 这什么呀 最后实在搞不定了 只好找旁边的人帮忙 无讯一也是个生活小孩 居然不会在网上订酒店 酒店 咋定了这玩意儿 有人用百度搜酒店吗 和生活相关的天赋技能乃是第二多不电 许佳琪在采访中回答的问题 暴露了他没有一点生活小时 红烧肉的颜色鲜艳是用什么上色的 A 生抽 B 保抽 生抽 解冻肉类用什么温度的水解冻最快 A 冷水 B 热水 热水 真的有这么巧吗 证据的选项 它是一提不选